古今中外,也许把黄金作为硬通货的时代 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对豪华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 中国,美国,日本,中东,甚至在不大的欧洲大陆 各国成员国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其实领域也不例外,美式豪华讲究简单干练,设计超前 但用料绝对不讲究,凯迪拉克CT6就符合这一理念 日式豪华注重思考感悟,使人的灵魂升华 德国人擅长用精密的构造,彰显豪华 一板一眼,毫无偏差,意大利人追求极致 极致的事物,才能彰显极致升华 而英国人得注重场合,整形的加点复古的风格 表明实力又不是优雅,宾利天悦就是这样理念的沉默 不仅如此,设计师在设计汽车时 往往会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中继续灵感 从风土人情中获得方向,更会在车上将于本国特色 其中具有特定的风格的汽车设计 沃尔罗全新的加速式设计 大灯以及北欧神话中,维神托而褚重的战略原型 质型线条,简单干练,白色内饰彰显厚重的北欧风格 老斯莱斯百年不变的加速式中王 术实的多个线条,却参与希腊帕图龙神像的柱子 顶天立地,庄严稳重 虽然被德国人收购,但它依旧是最豪华 最典型的英国汽车 复古的马轮式车门 手工完成的木质面板 引并踏板上闪闪发亮的生产地 英国人对待豪华的苛刻,不得不让人佩服 那么中国车企对于豪华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文化不大轻深 5000年的积淀历史文化与艺术方面的表达形式太多太多 而处于初级阶段的自主品牌 最后一天会进军豪华车市场 当时应该怎样理解中式豪华 豪车之所以是豪车 个人认为不是简单的高大商,而是内涵 车之所以叫车,说明它有价值所在 好车是好,买得起的人肯定也开得起 否则办公没油了,岂不是笑话 所以说抓紧赚钱在这硬道里